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实际的证据不能乱说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马前卒最新的这期视频都有哪些问题 首先他说了国内媒体的一些俄乌冲突的问题 指责中国政府为什么撤桥时间晚了 就是因为被国内媒体误导 导致中国政府产生了错判 马前卒这个指控十分的严重 首先来说官方报道此次在乌克兰撤桥没有产生什么大的伤亡 第二国内媒体让中国政府错判了 实际上中国的官媒压根没有误判 这是我们国内的学者基于实际情况的判断 所谓兵不厌诈兵者鬼道也 毛子就是得到了我方的确切消息 反其道而行之 然而我们预判到了毛子的预判 毛子不仅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输了个金光 其实这对于我们未尝不是件好事 俄罗斯选了最烂的下下策 而且俄罗斯政府是前一天让俄罗斯的义务兵先合同转成合同兵 然后他们就上战场打仗了 这本身是要搞突然袭击 这个换了谁也不可能知道呀 充其量也就预测一段时间会如何做 那么这个事情你马前总怎么知道的 你要是能预测几时几刻俄罗斯发动突然袭击 你也就不会再做自媒体混日子了 你为什么让中国政府要提前来判断呢 美国政府在这之前也已经失信了很多回来 宣称二号战争就要开始 结果也是没有打起来吧 他也知道俄罗斯政府是搞得突然袭击 那么这个突然袭击 你让中国政府怎么判断 再说了媒体本身是要挣钱吃饭的 他只会说粉丝们喜欢的内容 而大部分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 不愿意俄乌冲突爆发 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不利 所以媒体普遍宣称 俄罗斯不会与乌克兰打仗 好让粉丝们能够心情舒畅 另外他自己引用的一些论据都是互相冲突的 比如说俄罗斯曾经自己要求加入过北约 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冲突到底是谁的责任 放在马前渡那边好像就变成了俄罗斯的责任 那么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北约通过 乌克兰人杀戮和残害了很多乌东的俄族人 而欧洲也有一些法西斯的问题 他弱化了乌克兰新纳会的一些问题 法国的女巨者已经告诉大家了 八年死了一万三千多名俄族的乌东居民 再比如敖德萨那边烧死了几十个说俄语的乌克兰人 还有亚素营这个新纳粹已经武装化 而且乌克兰国家也像政府军那样给他们发钱 马前渡说欧洲纳粹化 右翼化 极端化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欧洲的纳粹 他没有国家政府养着呀 他没有办法合法的端着枪出去打仗 之前我跟大家说俄罗斯这场战争 我也评价过俄罗斯不靠谱 这是我们大部分不靠流量挣钱的自媒体 准确的判断 而且这样的自媒体也没有马前渡说的那么少 因为俄罗斯离中国太近了 俄罗斯跟中国也有一些千丝万缕的问题在里面 然而俄罗斯的那些右翼 新纳粹同样也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去打仗 从刚才跟大家引述的马前渡有问题的一些论据 跟大家来说就能看得出来 马前渡这个立场是有问题的 因为咱们中国的立场是占中立 而你马前渡现在做这个视频的立场 成了什么呢 成了完全的倒向了西方抛击俄罗斯的这个立场 可是跟我们国家的立场决策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中国的政治立场是一贯的 尊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也尊重一些国家对于自己国家安全上面的一些考虑 第一条是相关于乌克兰的 第二条是相关于俄罗斯的 然而马前渡已经自己完全背离了中国的立场上 来讲这些话 而且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的角度上 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 其实是很冲动的决定 而这北战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结果自然是受到了西方的全面制裁 现在毛子唯一只能做的一个选择是导向中国 挺好 然而中国可没有说我完全支持你 中国从没有做过一回这样的表述 中国还是希望大家坐下来进行和谈 要解决整个问题的根源 中国还是站在这个立场 马前卒之所以站错立场 究其原因就是自诩 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的臭毛病 很多朋友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印象 不然怎么会产生公知这个贬义词汇呢 就是从中国比较传统的士大夫的一些风气上 影响下来的 这些士大夫奇奇怪怪的毛病 还在 我要的是真相 我不怕你们抨击我 我就是要做这种视频 你们老是说俄罗斯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就要给你们反着来 他觉得我们是支持俄罗斯的 然而谁告诉你这个结论的 现在告诉你 国家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 就跟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聊的那样 我也不喜欢俄罗斯 我跟大家都直接说过这话 但是你把你的立场放到中国来说 其实大家能够理解 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事情要这样去做 这样去说了 可是马前卓他们完完全全把这个国家立场抛开 我要的是我的气节 我的骨气 我的傲气 马前卓 里里罗罗讲了很多俄罗斯的坏话 以及和我们中国之前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样可以拉仇恨呢 那行 换另一个方向 你马前卓给我们讲讲乌克兰做了哪些坏事 你在国内靠媒体谴责 俄罗斯无所谓 但是你在油管或其他平行 说乌克兰怎么怎么不好 那你就别打算吃这碗饭了 马前卓这么说 不是傻就是坏 马前卓自己应该负的最大的一个责任 就是立场问题 因为你的片面之词 有失功允 这些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 身上都有这样的臭毛病 而且还不承认自己的立场错误 总是觉得我就是对的 不接受批评教育 我看就是欠揍 打一顿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了 其实国内的有些恨国党 最开始挑自己国家的毛病 挑的特别利索 可是同样的问题 放在其他国家特别宽容 好像什么事都是对的 外国的空气都是新鲜的 这些日子美国的绿气泄露 整个中部地区就像是放了核弹 蘑菇云你咋不好好讲讲呢 这种毛病这种心态真真的是见不得人呢 像马前卒这种人 咱们不说他有多么不好 最起码他这种立场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个毛病不愿意认错 而且觉得自己都特别正确的 而且较劲的能力一旦上来 那真的是傲慢于偏见的代表 还是那句话 你要说我错 你要拿出证据来 你这个毛病真的要改啊 国内的很多的爱国年轻人也很多 你这样的大威 说话要负责任 别误导了年轻人 说错了要道歉 你也得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问题 他们说的东西出了问题 你也就知道根源在哪了 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难过 特别的伤心 你马前卒别没事 总是鼓着一鼓子气 非得让那个什么特立独行的 其实把这些东西给他打掉 把他身上的标签拿去 只听他讲了什么东西 大家对于这些事情才会脱民 才不会受那么大的影响 听一听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就听 没道理咱们再见 然后我们自己来分析事情的原委 这样大家才能回归事物的本质吧 最后我想到一句诗 一马选足乌尼奈老畜上 怎能出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